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不解 父亲解释道 你看他加菜时 习惯把筷子插到菜里翻上来 扒了两下 夹起自个儿的菜 根本不顾及别人 这种人就很自私 儿子不信 认为每个人吃饭习惯不同 不可苛求 父亲又说 如果他生活窘迫 面对着美味佳肴 吃相不雅可以理解 可你这位朋友是生意之人 并不困苦 如此吃相实在是太自私 狭隘了 面对一盘菜 他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如果面对的是利益 他一定会不择手段地站为己有 后来果不其然 这个朋友因利忘义 弃他而去 很多时候人品就体现在生活的点滴细节上 而吃相往往就是一张隐形的名片 你的吃相就是你的品相 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 吃也要有吃相 小时候每次有宴席 总会听到父母反复地教导 等人齐了 菜上齐了 再动筷子 让朋友多吃 多夹菜 就当自己家一样 让某某长辈先加菜 吃完了就跟人说一声 不要闷头就离席 民以食为天 吃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话题 餐桌上的礼仪藏着一个人行为举止的教养 年前 堂妹煞有其事地问家中的长辈 说有个追他很久的小伙子 在犹豫要不要和他约个会 怎么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个好人呢 长辈给他出了个主意 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他吃顿饭 吃饭的时候人往往最放松 这时候呈现出来的样子比较真实 后来堂妹去和小伙子约会 回来时垂头丧气 听她的描述 这顿饭简直就是灾难现场 原来那个小伙子一上餐桌 就立马霸占住菜单 也不问堂妹的口味 点的都是自己爱吃的饭菜 当时上菜慢了点 她以止气使地催促服务员 还嚷嚷着要投诉 上了菜也没礼貌地说声谢谢 开始吃饭了 她每吃一口菜都会叭起嘴 还拿着双筷子指来指去的 嘴里还含着饭呢 就一个劲说话 喷得满桌子都是渣子 也难怪堂妹对她大失所望了 林清玄曾说 人总是选择自己的喜好 这喜好往往与自己的性格和本质十分接近 所以呢就从一个人的食物 就可以看出她的人格 在饭桌上的一举一动 在一吞一咽之间 别人都能尽收眼底 不经意间就显示了你的教养 一个人的吃相 就是她的品相 好好吃饭 运气不会太差 俗话说 吃相即福相 吃相好的人 不仅吃饭时落落大方 还包容贴心 懂得为他人着想 照顾他人的感受 在为人处事当中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每次和单位的梁叔吃饭 都如沐春风般舒服 梁叔在工作上疑似不苟 吃起饭来 心思也是格外的细腻 每次点菜前 梁叔都会主动询问 想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上菜之后 礼貌地和服务员说谢谢 给你加菜的时候 会使用公筷 更难得的是 梁叔从不在饭桌上劝酒 单位里每当接见重要的客户 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 想到梁叔 也正因为他举止得体 做事稳妥体贴 在单位里边 人缘也属最好 吃相好的人 心中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有礼有节 不动声色 却能让人感到被尊重 自然会左右逢源 积累越来越多的人 愿儿 人生路 越走越宽 你怎样对待吃 就怎样对待生活 有句话讲 唯美食与爱 不可辜负 一碗米饭 一碟小菜 都是通人性的东西 一定要好好对待 生活的温度 就在餐桌之上 一个人对食物的态度 也是对生活的态度 苏氏一生试图波折 屡思被贬 但他善于苦中作乐 奔波失忆时 总能在美食上 找到慰藉 经乌台失案之后 苏氏被贬到黄州 苏氏很穷 没有钱买美食 就买当时没有人吃 但很便宜的猪肉来吃 黄州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打两碗 保得自家 君莫馆 他还亲自下厨 享受做菜的乐趣 著名的猪肉送 便是这样来的 敬喜称少灼水 柴头掩烟 咽不起 待他自熟莫催他 祸后足食 他自美 总花钱也不好 苏氏呢 就上山打猎 吃野味 所谓 了毛繁肉 不暇割 饮蛋直育 追西蛙 野鸡烤过了 都不割 直接吃 怎一个野字了得 很喜欢深夜食堂中的一句话 食物是能量 是治愈 是珍贵 人间烟火器 最服烦人心 餐桌上的烟火器 让人踏实 让人心安 在失忆时 也能 疗愈身心 好好吃饭的人 一定是幸福的 纵观人的一生 需要面对 数不清的诱惑 真正考验人的 不光是大的原则问题 更是细节处的功夫 提炼做人的品质 可先从 一双筷子的节制 开始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或者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想法 也可以把文章 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和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